大腸癌的高峰期 我們現在每一年大概新增一萬五千個 那高峰期是60歲到70歲 我們從最年輕時到最近開個99歲 一個婦產科的醫師 19歲這個case比較特別 他是服務生 他每次在整理這個房間的時候 發現會有剩下的威士忌壓 然後他覺得很可惜啊 他會順便把他喝掉 他從國中到高中 一個三年他就得了 來的時候已經第三期了 整個肚子都脹起來 快放破了 你要知道我們大腸是沒有神經的 最常發生的就是說所謂的症狀改變 還被習慣改變 直腸會讓你的直腸 認為說你有糞便在裡面 所以他告訴你的腦袋 一直要去上廁所 可是你不可能把腫瘤排出來 你問病人一般他可以一天上十幾次 大腸癌經常占 國人十大癌症的前三名 每年罹患大腸癌 人數能多到一萬多人 更是超過五千人因大腸癌死亡 大腸癌初期症狀 難以辨識在生活習慣及飲食 該如何預防 哪些高風險族群建議定期做篩檢 分辨出現哪些情況需要特別留意 現在就跟著健康聊天室 一起來預防大腸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安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康榮成醫師 你要知道我們大腸是沒有神經的 我們常形容說一個水管裡面 有一顆石頭一公分 那你的水管如果是五公分 石頭一公分你沒有感覺 對不對 你開著水龍頭一樣 但今天這個石頭是五公分你就塞住了 最常發生的就是說所謂的症狀改變 排便習慣改變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大便流血 大部分九層都是痔瘡流血 那痔瘡流血跟直腸癌大腸癌怎麼分 就是說上完廁所排便完 插才有血 所以糞便跟血分開大部分是痔瘡 所以我們比較不用擔心 如果你今天看馬桶 你這個糞便上有一些暗紅色的血跡 甚至是血塊 那個就要比較緊張 第二個就是所謂大便習慣改變 就是說我今天每天都上廁所很好啊 可是最近有沒有開始會拉肚子 那為什麼會拉肚子 因為它腫瘤會在直腸癌的話 像直腸癌更明顯 它直腸癌會讓你的直腸 認為說你有糞便在裡面 所以它告訴你的腦袋一直要去上廁所 可是你不可能把腫瘤排出來 中文叫里極厚重 就是說你屁股重重的每次去上廁所 放個屁就沒有了 你問病人一般他可以一天上十幾次 但是都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種最常見的就是老人家 阿公拉一天拉十次 診所就給你開直腺藥 等腫瘤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是不是堵住了 他說阿公便秘了 就換卵便藥 一般為什麼會發現那麼晚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大腸息肉有兩種 一種叫真身性息肉 就是良性的 它就像我們長青春痘一樣 今天長明天不見 它不會變癌症 第二種叫腺瘤 我們從嘴巴到屁股出來 就是腺體有沒有 你常聽到肺腺癌阿 胃腺癌 我們也叫大腸腺癌 腺瘤你如果不管它 一般五到十年會變成所謂的腺癌 那這個五到十年這個過程很長 大腸癌的高峰期 我們現在每一年大概新增一萬五千個 新的case 那高峰期是60歲到70歲 所以我們把它回推十年前 就懷疑說你十年前可能就有席肉 所以五十歲就開始要健檢 我們有提到所謂高危險群 那有些人為什麼二三十歲就有 如果你有家族死 父母親有大腸癌 或是你的兄弟姐妹有大腸癌 甚至有席肉 你可能也會有 所以你今天帶有自癌基因 那剛好又吃自癌物 然後我的黏膜 剛好那天拉肚子破損 所以三個結合了 才會誘發 癌細胞分化不良 我們一開始叫分化不良 到最後才叫惡性腫瘤 像我們最近來一個42歲的年輕人 他只有拉肚子而已 可是你往前推 他已經瘦了10公斤 裡面腫瘤7、8公分 所以一開始 大家都把腸胃炎 當作一個 好像很簡單 就是說可能明天就好 可是你當體重下降 食慾不振 體力不好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症狀 我們大概年輕人只40歲左右了 以前的 以前我們這40歲真的開得很少 以前大概不到10% 現在大概可以上升到10到20 我們從19歲 最近年輕到最近 最近開個99歲一個婦產哥的醫師 對 他腦袋還很清楚 他跟他兒子說他要開刀 所以現在從19歲就有了 對對對 19歲這個case比較特別 他是服務生 他每次在整理這個 這個房間的時候發現 會有剩下的威士忌啊 然後他覺得很可惜啊 因為酒很貴 他會順便把它喝掉 聽說他從國中到高中 喝了三年他就得了 來的時候已經第三期了 他是堵到了急診痛 整個肚子都脹起來 快要脹破了 對他7公分的腫瘤大概 我們左邊的大腸比較 管徑比較小 大概3到5公分就堵住 右邊比較寬 他剛好就堵在 乙狀結腸左邊 所謂堵住就是所謂 你排便排氣都排不出來 甚至會嘔吐啊 這種都是不正常的現象 大腸癌跟飲食有著極大關聯 很多民眾會為了預防大腸癌 不吃肉 現在就請營養師來告訴我們 該怎麼吃才能有效降低大腸癌 罹患機率 以世界癌症的一個研究基金會報告發現 其實紅肉跟加工肉的食品 是一個導致大腸癌的很大的阻影 尤其是攝取高糖高脂肪低纖維 甚至如果用燒烤的加工製品 就會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 還有肥胖的風險 所以說肥胖會不會導致大腸癌呢 其實它是一個危險因子 也就是一個風險之一 所以肥胖的人確實是要注意的 包含你的飲食跟生活習慣 那為什麼燒烤說要特別注意呢 其實是因為肉品 它在通過高溫燒烤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一個致癌物質 叫做抑環胺 那還有油脂低在這個 碳火上面去形成的一個 多環方向品的一個化合物 都會有提高離癌的風險 所以飲食跟癌症 確實有一個很大的關聯性 飲食上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建議大家飲食上 一定要多攝取高鮮的食物 畢竟剛剛提到的一個風險之一 就是你一直低纖維情況的飲食 什麼是高鮮呢 不一定是蔬菜啊水果啊 這些是之一 但是包含顴骨類 豆類這些天然食物的 原型食物也都富含纖維的蹤跡 所以再來是要少吃紅肉 跟減少加工的製品 比方說像是一個火腿啊 臘肉啊香腸 這些就是我們常說的加工肉品 包含像是可能泡麵 或者是雞排碳酸飲料 這些高熱量的飲食 都不要太常出現一個 常態性的生活飲食當中 肉品建議呢 建議大家可以改吃 像是食物原型的肉類 像是雞肉、魚肉 因為裡面還有一些好的脂肪酸 像是Omega3脂肪酸 都可以幫助我們抗氧化來 讓身體降低發炎的情形 還有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維持良好的理想的體重 也都是很重要的因子 我們一開始小時候 都是大大硬硬的 然後越來越長 因為我們直長大概12公分 我們大便的形狀 跟你直長的長度有關係 那像香蕉一樣 我們叫芭蕉 像香蕉一樣最漂亮 但是你如果有的發現 越來越扁 或是越來越細 所以說你今天大便 如果像鉛筆一樣 你就要注意了 一般我們會說放臭屁 除非它是直長癌 直長癌因為那個黏膜壞死 對不對 它腫瘤 它沒有正常的血管供應它 所以它慢慢的慢慢的 外表比較外層的 沒有血管它會壞死掉 那組織會脫落 所以一般它放臭屁之外 它還會放一些黏液的大便 所以它擦的時候 我們一般擦都糞便而已 它擦會那種白白 甚至有血絲那種黏液糞便 那種這種就要注意 我們剛才講說高危險群 40歲以上就要做了 你直接來排個大腸鏡 有血肉就拿掉 很多病人一來就跟我說 什麼10年前 醫生跟他說有血肉 他忘記了 他要來拿 以前說2公分 現在就變5公分 甚至已經癌症了 所以一定要切血肉 如果一般人的話 我們健康人沒有家族時 一般50歲以後 可以建議5年做一次大腸鏡檢查 但是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